耶稣的生命 我们老爸今天很忙 今天要帮忙做一个提醒 好,我们对方们听问好 耶稣的生命为你舍了 耶稣的生命 所以你能得救 所以你能得救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主题 来看一下史基亚的生命 这一周我们叫 这一周叫 寿难周 寿难周是什么呢? 在耶稣基督 就是复活节之前 他有的期间被抓到 这个 文士和法律塞人被受难的一个 日子来纪念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经文好 好,我们先来读一下 菲律宾书2章6的八集 起,他朋友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 同等为强国的 反倒虚己,取了弩弧的形象 成为人的量子 既有人的量子,就自己 卑微,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结死在实基架上 阿们 就算是不信耶稣的人 提到教会 首先会想到的就是一个 实基架 甚至是我不信耶稣 我作为装饰品 我也会挂一个实基架 来表达我的一种什么想法 或一种信仰 那今天我们要明白实基架的意义 和耶稣为什么被定在实基架 才是最重要的 我不知道这个本质 和核心的话 以后是没什么关系 那我们来看一下耶稣 为什么被定在实基架上 第一点是因为神爱了 所以他被定在实基架上 西约圣经啊 我们现在看的圣经原本 是用希腊文形成 只是今天翻译着 汉文归汉道 那希腊文里面用爱 表达爱的方式有很多种 第一种爱就是他爱的 我们叫Elos Elos是什么爱呢 男女之间的爱 Elos 还有一种爱叫什么呀 叫Pilos Pilos是朋友之间 同胞之间 手足之间的爱 Pilos 将来有机会你们学西纳语的话 就会比较清楚 还有一种爱 这种爱叫什么 叫Agaphe Agaphe但是什么样的爱呢 就是耶稣基督爱我们的爱 我们中文呢 把Agaphe翻译成什么呢 爱加倍 我觉得很好非常好 就是这个爱不但是 是牺牲的爱 而且怎么样 加倍的爱 Amen 我们对朋友们当时好 你要爱加倍的爱 你要加倍的爱 听起来很 不说就是吧 把前面的爱去掉 你要加倍的爱 你要加倍的爱 Amen 你要加倍的爱 那Agaphe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呢 是一种无条件的爱 是不需要回报的爱 这种爱 关乎意志的行为或选择是不变的 包括什么呢 Agaphe在里面包括了忍耐 恩情 谦卑 尊重 无私 宽恕 诚实 守信等等 所以爱不是我们对别人的感觉 而是我们对别人的一种行为 爱是可以看得见的 Amen 我们对朋友们当时好吗 爱是可以看得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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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爱我 你说你爱我 但是你对我没有行为 你不是爱我 爱是可以看得见的 对吧 爱是可以看得见的 我们今天要讲的 十字架上的爱 我们看得见的 所以我们来什么呢 来纪念他 Amen Amen 约翰福音师五章十三节 我们来读一下好 人 为朋友选命 人的爱心 没有比这个更大 我们再看下来 我们再看下来 我是好物人 好物人 为养生命 神爱事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 叫一切信他 不致命完反而有生 罗马上第五章七到八节 我们仔细来读一下 慢慢 为一人死是少有的 为人人死 或者有感受的 没有基督在我们排座 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此 向我们显明了 为国家牺牲的人也有 为朋友牺牲的人也有 为亲人死去的人也有 但是为罪人死 自己心甘情愿去 为罪人死的人 是不多的 耶稣是为了我们这些 在神的里面 看起来是肮脏的 不完全的人 因着爱我们的缘故 为我们死 Amen 这里讲到的神的爱是广大 不但爱好人 比爱什么呢 坏人 我们说为好人死是容易的 为坏人死是很难的 对吧 为爱我们的人死是容易的 为囚人死是不可能的 可是耶稣是为什么人死呢 为这些恨他的人 要杀害他的人 为他们死 他的爱是很大的 Amen 神的爱是有牺牲的爱 他爱我们 爱到甚至将他自己的生命 也就是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 使他成为了人类的救主 为我们的罪亲自上了十几架 亲自把自己的生命捨得出去 神的爱是无条件的 也是白白的 只要你肯接受 为你预备的救恩 就可以怎么样 得着罪的胜利 不至于灭亡 反得到永生 Amen 我们对旁边大叔好 我送给你一个礼物 这个礼物是白白可以得到的 就是可以得到永生 但是有一个条件 要信耶稣才可以 你不相信呢 跟我没什么关系 我们今天学圣经的时候 我们分享有关信心的事情 夫妻之间为什么要结婚呢 爱 太累了 爱就是什么呢 付出 爱就是责任 我敢把我的一生给你 我才跟你结婚 甚至是我的生命 我的全部 我都敢给你 我才跟你结婚 那个后面是什么呢 信心 对吧 我不信你 我跟你过一位子吗 我不信耶稣可以神 你不信他 这个生命你怎么能得到 所以我们信你这才可以 Amen 地方大叔好 信耶稣可以得到真正的永生 信耶稣可以得到真正的永生 第二点 我们看 为什么耶稣被遇到神的架上 因为神是公义的神 神是 神的义 显明出来 我们看罗马书 我们就来读一下 神秀的耶稣做完古一记 是凭个耶稣的血 借给人的信 要显明神的义 因为他用忍耐的心 宽容的人 鲜实所犯的罪 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 使人知道他自己的义 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因为神是公义的神 只要你信他 他就什么呀 他就认定和我们之间的约定 我让你论我什么 靠着你的努力理不得到 靠着我的知识走得到 只要相信就可以得到 阿们 第三点 为什么耶稣被定在十字架上 因为人的罪 为什么主耶稣被定在十字架上 难道他真的犯了淘尽大罪吗 没有 他从来没有犯过罪 从来没有害过别人 从来没有骂过别人 从来没有骗过别人 他是一个好人 可是被定在十字架上 不论我们是否是基督徒 我们都不认为耶稣是一个犯了淘尖大罪的人 被定在十字架上的人 是什么人被定在十字架上 最大恶极的人 该死的人 最残酷的刑罚 可是耶稣基督为了我们 宁可被定在十字架上 被人认为是一个罪 比如前说二条文来说 他被挂在木头上 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 为什么死 因为我们的罪 我们自己解决不了 所以耶稣为我们死 这里面有两个重要的事实 第一是什么呢 他 为他 他不是为他自己的罪被定在十字架上 他没有罪 是因为我们有罪 所以被定在十字架上 他从来没有罚的罪 第二 他是为了亲身担当我们的罪 而被定在十字架上 神知道 靠我们自己 没有办法得救 给了我们一个什么呢 外力 从天上降下来的力量 也就是耶稣 抓住他 我们就抓住人 那永远生命 罗马书第六章 我来读一下 罪的工价乃是死 这边会有大事 罪的工价也是死 而且 罗马书也说 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因此犯罪的话 一定要成有刑罚 这是天公地道的事情 但是这里受刑罚的 并不是犯罪者 而是一个替代的 这些犯罪的人 被定在十字架上 接受了这个刑罪 哥伦多后说五章这一句说 神使他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 好 将我们在他里头成为神的义 所以我们为什么被定在十字架上 耶稣为什么被定在十字架上 因为我们的罪而被定在十字架上 解决不了自己生死的问题 谁敢说今天我们的解决我的生死 好 那我就拜的是神了 对吧 有吗 没有 医学家 科学家 所有的人都在研究 还是研究不了 所以这个 严正桐哥是不是说过一句话 人生有三种 对吧 第一是有限 第二是什么呢 有死 第三是什么呀 有罪 这个 你什么都没有了 这三公斤一直跟着在一起 早晚有一死 可是耶稣解决了什么呢 解决了死的问题 因为他在第三天复活了 Amen 可是耶稣 因着我们最被定的神价 他为了谁被定十字架 我要了解 为了什么人 要被定十字架 希伯来书二十九一 我们来读一下好了 耶稣因为受死的苦 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 叫他因着神的恩 为人忍察和死 为谁死啊 为人忍 就是为每一个人死 所以后面是有关系的 只要我们愿意去信他 这个死就和我们有了关系 这个死的后面是什么呀 是永远的生命 约翰经说二十二节说 他为我们的罪做了什么呢 晚一计 不是当为我们的罪 也是为同天下人的罪 为每一个人的罪 耶稣并没有犯罪 却是无辜的为我们而死 这种牺牲 跟那些犯罪的人的牺牲 是完全不一样的 比如说呀 有一些歹主啊 杀人抢劫 其中有一个被歹住了 我讲义情 我一个人躺下来 对吧 你们都会活 我死 算我的事 可是呢 今天耶稣的牺牲是什么呀 是为每一个人 世界上任何的一个人 只要你相信他 他的死就没有白死 就可以得到什么呢 永远的生命 第二 为什么死啊 为了教会 而被定时提加的 圣经当中这样说 使徒行看二十八二十八 我们来读一下 圣灵被你们做全群的 监督 你们就当自己谨慎 也为全群谨慎 牧养神的教会 就是用他自己血 所买来的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呀 耶稣死亡的时候流的血 他的生命买回了什么呢 买回来教会 我们信耶稣的人可以说 教会可能是这个世界上的一块净土 除了教会之外 或许有很多地方也在追求良善 但是在圣经当中一直教导我们什么呢 我们要活出神所血的生命 教会是神所保守的 神的子女在教会当中一起联合在一起 和神的生命联合 而且出去把神的福音 把神的光传扬出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神所设立的 在地上的像天堂一样的地方 阿们 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聚集 因为我们知道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不行的 靠一个人是不行的 要连结在一起才可以的 阿们 以福所说五章二十五节说 正如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怎么样 舍弃 所以耶稣是为谁死的呀 为人人死的 也是为教会舍弃了自己的生命 阿们 第三点呢 为了谁 为了我们 对吧 罗马书五章七到八节说什么 为一人死是少有的 为人人死 或者又敢做了 没有基督在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 神大就在此相显明了 所以神是为了什么呢 为了我们每一个人死 我们看第三点 他为什么会定在神的架势 有些原因呢 有些原因 第一点 人都不喜欢他 被厌弃 比如说今天有一个人呢 他说的都是对的 说的都是好话 一直在我旁边说 但是我就是不喜欢他 你们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有人知道吗 我妈妈就是这样的人 很多时候他说的都是对的 他说的都是有样的 但是我就是不喜欢他 我非常讨厌 所以他说什么我就反而做 耶稣也是这样 耶稣来了说的都是真 说的都是对的 可是我们的心里面就是不舒服 我为什么要听你 你跟我是一样的人 我看不出来你是什么神 我就是不相信你 那耶稣被人怎么样 厌弃 所以说真话的人 说好话的人 做好事的人 经常是被人怎么样 厌弃 被人讨厌 以赛亚书 五十三章三九来读一下 他被藐视 被人厌弃 多受 痛苦 长情忧患 他被藐视 好像被人 脸面 不看的一样 我们也不尊重他 当我们帮助了别人 而这个人不但不感谢你 反而厌弃你的时候 我们这些是要怎么样 好心没有怎么样 没有好报 耶稣今天做的事情 就是这个事情 他是好心 来了 把好的真理 好的道理 告诉了他们 结果 得到的这个报 报应是什么呀 被这些 听了他的好话 好心的人 定到了什么呢 实际架子 为什么被这个实际架子 因为耶稣要走一条苦路 我们走的这条路 不是宽敞 只是一条窄路 耶稣也是一样 以色亚数五三章 四道五九说 他诚然担当了我们的忧患 背负我们的痛苦 我们却以为他受了准备 神 被神击打 腐败了 哪知他为我们破坏受害 为我们的罪恋压伤 因他受的刑罢 我们有什么呢 都有平安 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有什么呢 有意志 Amen 当别人 对你牺牲的行为 不理解的时候 甚至不解的时候 我们还愿意牺牲 可是耶稣是愿意的 我做了 我拿来一个视频 大家来看一下 耶稣走的一些苦路是怎样的 好像没有声音 他因为那些人 都因为受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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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